Hello 歡迎回到來到我的頻道 上集說到經過4小時 我們終於抵達旁邊酒店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酒店在去年年底才開業 所以硬件都會比較新 一入到房 右邊就是洗手間 升盤上面都擺著各樣的日用品 包括紙巾 高露結的牙膏牙刷 剃鬚套裝 浴帽、棉花球 保濕箱和蕃茄 而鏡裏面就有放大鏡和肝管 而升盤下面就有毛巾和桂桶 廁所上面有納米諾的洗衣液 而上面的架就有紙巾和刺紙 地上就有廁所擦 但就沒有結刺液 牆上面有兩個掛勾可以掛毛巾 酒店提供的洗頭水 護髮素和沐浴露都是大脂妝的 這樣就比較環保 肉式的去水力都不錯 沒有水浸的情況出現過 而花灑的水力都不錯 不算很強 但水溫就夠容易 廁所的左面是一個小型的巴桌 有咖啡、莫里花茶、English breakfast tea 咖啡伴侶、建兒堂、白糖和黃糖 另外我們有兩個人 但就只有一套重用餐具 我們跟前台相問 結果是他們說沒有存貨 酒店的雪櫃難得超級冷 冷一些汽水或者飲品都不錯 洗手間旁邊就是開放式的衣櫃 衣櫃上面有六支水 有超級強力的風筒 還有全身的健身帶和瑜伽姐 櫃下面就有積氣的拖鞋 這樣就比較衛生 衣櫃有兩件浴袍 衣隔有12個 還有燙斗和燙生板 上面還有紙巾套 不過因為疫情就不可以用了 走入一點就有一個電視機 但它就不是智能電視 就沒有YouTube和Netflix看 窗旁邊有一張圓桌和兩張椅 然後床就是King Size的商人床 你也可以選擇兩張床 酒店都有提供威老士的消毒紙巾 大家就可以不用自己帶了 電視有些台是沒有訊號的 但就有兒童台、新聞台、電影台和運動台都算多 我在網上見過Twin Bag的房子是沒有桌子的 那些人就要用燙生板來代替桌子 床邊只有一邊有充電位 有兩個USB和一個三腳插頭位 而另一邊就可以控制全房的電燈 但就沒有充電了 如果需要物資 可以打為你服務的熱線 建議就不要在送餐的時候打了 這樣就會較快有人聽電話 在景觀方面 我們訂的時候只有傳統客房 沒有海景房間 而傳統客房基本上都是在興建的公屋景 我覺得不錯 私隱度大一點 如果大家幸運的話 都會有一點點海景 大家可以在預訂的時候要求高層房 這樣景觀就可以開揚一點 我自己也準備了不少個人物資 首先我準備了精油的消毒噴霧 這是芬衣草味 可以消毒枕頭和皮膚 另外我準備了馬桶消毒香水香薰營膠 每天用完廁所之後 沖水的時候就會進行清潔 它也有效防止污垢沉變 在旁邊的第二天 爸爸媽媽就為我親自送上物資 拯救了我的心靈 包括了我要求的香港版Pizza味薯片 還有就是鮮奶用來沖咖啡 青提子 還有香蕉 而飲品方面就是我想喝了很久的維他檸檬茶 我發現五口紅茶真的不能取替維他檸檬茶 還有就是我沒有要求 但是媽媽幫我買的憶力多了 有些酒店的餐是會提供飲品的 但是Four Points提供的膳食就是沒有飲品的 我擔心菜比較淡 所以就準備了美極鮮醬油 我叫家人帶一洗手液給我 因為酒店的蕃茄比較不保收 我以為酒店的風筒會比較弱 所以另外就準備了風筒了 還有就是準備了小說去解悶 另外十分建議大家準備一張床上面的桌子 特別是兩個人在同一間房間需要同時工作 這張桌子就很重要了 另外一天還有朋友送上了他的愛心 有懷念已久的混帳腸粉 燒賣 魚蛋 手搖飲品 和老火湯 另外一個朋友就在惠康的APP上訂了很多食物 來的時候還有保溫袋和干冰 裡面放著蜂蜜蛋糕 另外還有布甸 實在是太豐富了 推薦大家喝這個桂花烏龍茶 朋友還點了檸檬給我 沖檸檬茶 好感動 在旁邊十四晚期間 是需要做四次檢測的 第一次就是第三天 早上起床之後 並且在擦牙飲食之前 要提供胸唾液樣本 在樣本袋裡有清晰的指示 教大家怎麼做 記得要填寫好個人資料 完成之後放在房門外收集就可以了 而另外三次就是 尿鼻和尿喉嚨 分別是第五、第九和第十二日 而衛生署的人員 到達之後就會禁門中 我的經驗通常他們來的時候 是早上早上 大家需要準備垃圾袋和椅子 記得還要戴口罩才開門 而十四晚旁邊之後 自行監測的七天 在第十六和第十九天 都要進行兩次檢測 第一次可以去私家診所 或者去社區檢測中心 但第二次就必須去到社區檢測中心 記得要預先網上預約 或是強制檢測 所以是完全不用付錢的 但就要帶身份證去檢測了 由於每個社區檢測中心 負責的機構都不同 程序都有少少不同 而其中一個就要我出示證明文件 例如是檢疫令 或者機票 但我去石塘咀市政大廈的檢測中心 就不用了 相信大家如果隔離的話 一定很關心有什麼食 香港政府是指定隔離酒店 一般要向入住人士提供 一日三餐的膳食 我在Facebook的旁邊群組就發現 FourPoint是大概一個星期前 就會EmailGoogle的問卷 叫你選擇了14萬所有的膳食 但我就沒有收到 於是我在入住的前一晚 就主動去問他 每一餐基本上都有四款選擇 有中式、細色、中式的素食和西式的素食 有幾餐我都選了素食 味道都真的不錯 中式的早餐基本上都有水果、燒賣和麵 而主食可能是炒麵、粥和飯糰 有時還會有豆漿 而西式的早餐主要是水果、蛋和香腸 可能還有番茄、薯餅和蛋糕等等 想喝好少少的咖啡 大家就需要自備了 或者可以租用酒店的Nespresso機 還有買它的Capsule Room Service的Latte就強烈不建議了 因為真的超級難喝 附近就不覺得有什麼咖啡店可以外賣咖啡了 中式的午餐和晚餐 很多時候都會有湯 主食主要就是飯 蔬菜有時就會比較老 但整體味道都不錯 款式也沒有重複到 而西式的午餐和晚餐 就有很多不同國的菜式 但我就不太推薦意粉 有時會比較乾 另外中餐和西餐都會有麵包和牛油 有時也會有甜品 退房前的一天 就有工場員打電話問你退房的時間 如果大家有特別的指定時間 記得要主動提早去預約 因為工場員打給我們的時候 已經沒有太多選擇了 因為每次只可以一組人退房 我有見過其他酒店是沒有人幫忙推行李的 但Four Points就會有職員上門 幫大家運送行李去大堂 相信大部分人的行李都會比較多 所以這個服務真的很貼心 退房時用的電梯是獨立分開的 而屏風另一邊就是check-in的人和他們用的電梯 退房時要出事強制檢疫令 另外如果家房有消費 就要在這個時候另外付錢 有需要職員都可以幫忙叫的士 如果有家人來接你 在門口可以暫時停車上落 現在就跟大家講解一下酒店其他的付費服務 例如是可以租健身單車 餐船機和跑步機就是100元一日一款 而想租啞鈴或者微波爐或者空氣清新機就是30元一日 如果太悶想玩遊戲機 可以做Switch或者PlayStation4 加上兩款遊戲就是100元一日 如果忘記帶充電線也不要緊 他有得買一個三合一的USB充電線 就是90元 總結14晚的隔離過程 本身Four Points就不是我們的首選 181Hotel和Carrie Hotel就是我們的首選 但是訂房的時候已經全部滿了 所以唯有選口碑都很好的Four Points 他還可以7日前無條件退款 因為香港政府不停地改隔離政策 如果可以退款就會比較安心 而且有突發事情 例如我們遇到颱風 航班有機會延誤 需要更改隔離日子 酒店都很好回覆 如果有房他都願意配合更改 記得我在一個多次住同一間比較貴的隔離酒店的人的評論裡看到 那間酒店的野食味道越來越差 所以大家謹記 訂房前要去Facebook的旁邊群組看看最新的評論 之前好吃就不代表現在都一定好吃 如果預算不容許訂一些比較好的酒店 可以預留一點錢去訂外賣 總括而言 Four Points在東涌 比較遠離市區 外賣的選擇都會比較少 而且家人朋友送物資來都會比較不方便 但酒店就很新 而且很乾淨 職員的服務也很周到 食物的味道也不錯 如果下一次真的需要隔離 我都可能會選Four Points 大家如果有機會選到海景房 就會更加好 而14晚的隔離生活 因為身邊有另一個人 感覺就沒那麼孤單難過 如果大家都有身邊隔離的朋友 記得給他們多一點支持和鼓勵 這樣他們的隔離生活就沒那麼難過了 這條片就到這裡 好多謝大家和我們經歷 由日本去到香港 再到隔離園 下一條會是旅遊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